我国在建国之后 我们在海洋上为数不多的几次捍卫主权的经典战斗 这其中就有1974年 我们同南越海军在西沙的激烈海战 今天我们邀请到著名军事专家房冰 来与我们一起探秘 大家好 请坐 在我国南海迄今为止 最为激烈的冲突是在1974年1月的 中国南海舰队与南越海军的西沙海战 那现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西沙海战之前 南越政府和海军是如何践踏我们的主权的 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时 把大量装备留给了南越 当时南越海军接受了美军十余艘军舰 海军军力的增长 使得南越的野心迅速膨胀 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回我国渔船 抓捕我国渔民 并严刑逼供 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 1974年1月11号 中国外交发言人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西贡当局 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肆意侵犯 但南越当局并未因此收敛 方老师 当时南越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开始燃止西沙的 老实讲74年打起来的 但实际上73年 年中他们就开始动手了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主动来找这个茬 他是有他的考虑的 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他那边 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或者说有这样一个需求 那么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 那么美国已经定了要从越南战场撤脚 拔脚这样一个战略 美国已经开始逐步从南越撤军 一个方面我给你了很多家伙事 你觉得胆气壮烈 另一方面美国人撤走了 没人给他做主心股了 那么再加上这时候越南战争 南北北方给他很大的压力 他也需要在海上 他觉得他能够展示一下 自己这样一个实力 老大走了 你看我自己还撑得住 从这个角度 他自己这个方面 他有这样一个需求 来侵占我们那岛屿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觉得这个时候的中国 无论是大的环境 还是小的背景 他觉得这个时候 中国不会全力的 为了主权跟他放手一搏 然而在1973年的冬天 南越军舰在我西沙海域 野蛮的撞毁了我国的渔船 抓捕了我国的渔民 并且对他们言行逼供 强迫他们承认 西沙海域是南越领土 更可笑的是 原本南越出版的地图上 西沙都是属于中国的 而到了1974年1月11号 他就明目张胆的在新地图上 把西沙归到了自己的版图上 实际上当时我们那个所谓的西沙群岛 大家知道实际上是分成东西两个群岛 那么东边呢是我们通常讲的叫 以永兴岛为主岛的叫 宣德群岛 那么当时主要是在我们控制之下 而西边那个岛群 我们通常讲的叫永乐群岛 那么包括珊瑚岛 金银岛 甘泉岛 陈航岛 就这些等等 这个中建岛等等 这些岛屿 当时主要是被南越当局侵占的 那么它也是一个逐步蚕食的过程 从73年下半年开始 那么动作越来越大 到了74年年初 那么特别是一月份 那么它的很多动作就越来越令人发指 或者让我们无法容忍了 那么其中1月15号 那么他们开始就派了一条舰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16号舰 这个李昌杰号 专门侵入了这个岛 这个我们这个永乐群岛 那么先后侵占了珊瑚岛 甘泉岛这几个岛屿 那么正是这些行动 最终直接引发了 四天之后的119海战 那咱们在海战之前 都做没做什么相关的准备 那么这个时候 老实讲我们南海舰队 本身实力就不足 而这个时候仓促应战之下 应该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直接参战的两个编队 一个两拐腰编队 一个这个396编队 两个编队 两条猎潜艇 两条扫雷舰 都是怎么拼搜起来的 我们这两条猎潜艇 是从当时南海舰队 唯一有的六条猎潜艇中 拼出的两条猎潜艇 因为我们当时南海舰队 这个兵力 当时南海舰队有几条大舰 几条护卫舰 基本上都趴窝了 都不是在船场修理 都是等着进船场修理 因为这个船场修理 能力也有限 很多船需要修理 都在那趴着 等进船场修理 你更不要说参战了 唯一能够到达 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作战的 小艇去不了 约雷亭去不了 只能是猎潜艇 当时这个猎潜艇是六条 6604型的猎潜艇 状态都非常不好 基本上是接近退役的状态 但是突发战事 极等增联的情况下 最后没办法 拆东墙补西墙 在这六条猎潜艇中 找了两条艇矿 相对好的 两管一艇和两管四艇 然后把那四条艇上 所有最好的东西拆下来 六条艇拼出了 两条能参战的艇 那么这就是我们 西沙群岛 这次海战 最早到达战区的 两管一边队的两条艇 而另外两条扫雷舰 那么应该来说是 广州基地 当时也是能够到达 这个海域的 唯一的两条作战这件艇 而且大家知道扫雷舰 它不是主要的作战舰艇 火炮 口径不大 战斗力不强 而且航速相对来讲比较慢 正是在这种 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我们这两个编队 在实力对比 敌强我弱 非常悬殊的情况下 打响了这次 西沙群岛海战 您现在介绍的是 关于这个武器的配备 那关于咱们人员的配备呢 人员的配备 当时应该来说 这方面可能说是来讲 相对来讲 我们是比较强的 那么南海舰队的老兵还非常多 而且这两条艇 最后也是把这个六条艇的这些 最老的老兵都集中起来 那么尽管这两条 拼出来两条艇 上面很多东西 都是从别的艇卸过来的 临时拼装起来的 甚至没有来得及调试 直接就开出行了 像这个永兴岛开的过程中 老兵就是老兵 老兵游子 那这个在战场 这个老兵游子 那是战斗力啊 那么在开进的这过程中 就把这些装备 全部磨合起来了 熟悉起来了 那么最终 当打响119海战的时候 这两条艇 是表现出了相当强的战斗力 那咱们国家当时的领导人 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 这个当时从总参作战时 下达到南海舰队 下达到广州军区 包括下达到 已经到达海域的这个前址 那么这个命令的核心 说到底就是三条 第一 我们不主动惹势 第二 我们坚决不开第一枪 但是后边还有一条 那就是一旦动起手来 对方开了第一枪 不吃亏 面对西空当局 明目张胆地入侵 我珊瑚甘泉金银三脑的事实 中国海军是如何做的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由于海军榆林基地 西沙情报站 关通点在动乱中被停掉 情报工作准备不足 我军对73年南越方面的 登岛行动一无所知 直到74年元旦过后 才获得渔民报告 南越海军抢占了一些西沙岛礁 从南海舰队广州军区 到中央都很震惊 在1月14日 海军南海舰队 已经决定 阻止一次对西沙的巡逻 加强海上防御 就在我军加强海上防御的同时 也就是18号的上午 南越军舰 陈庆渔号和李长杰号 驶进了407号渔轮 并且陈庆渔号 还撞坏了我国渔船的左衔 相关的情况 房老师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是确实是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 作战舰性编队 一个是力量比较弱 再一个呢 在这么大的一个海域来到的也比较晚 所以当时实际上 真正在第一线 面对人家这个真枪实弹的 南越海军军舰的 反倒是我们的这个渔轮 但是我们必须说清楚 我们这个渔轮可不是一般的渔轮 我们渔轮上的这个渔民 可不是一般的渔民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渔轮 这两条渔轮是属于这个 南海渔业公司的 那么这样一个 南海渔业公司 用我们现在话讲 那是国企啊 甚至可以讲是央企啊 而且这里边的员工 这些出海的渔民 基本上清一色的退伍军人 因为当时我们部队 这个退伍战士的数量非常大 都是不能说打过仗的 都是久经部队历练的 也基本上都是老兵了 而且船上是配备 有自卫性的轻武器的 因为我们海军 当时力量非常有限 在海上人家成天欺负你啊 成天抓你的人 撞你的船 甚至这个要打要杀的 你不自卫 那难道任人宰割吗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船上 应该来讲 还是有一些自卫性的武装的 包括这个领头的 这两条渔轮上领头的 是南海渔业公司的一个 当时的职务家 是割委会的副主任 也是一个退役的 解放军的干部 跟我们海上编队的指挥员 那个魏明森 魏夫司令 还是老相识 所以你看这样一个配备 你就可以想 当时我们渔轮 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你敢撞我 而且撞了之后 这个已经双方的对支 距离已经非常近了 你的大炮都已经不好使了 我们当时二话不说 马上返回船舱去 直接武器库 全部枪都搬出来 冲锋枪 自动步枪 这个火箭筒 重机枪 轻机枪 全部搬出来 就在加班上排开 就这个距离 不行咱们就干 甚至我们那些 有老兵就喊 过来 有种你过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后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渔民 我们这个武装的 这样一个渔民 这样一个强势的 捍卫自己祖国主权和尊严 这样一个行动 最后 他们是炮口归零 也就是炮口打起来了 象征 我们没打着弄手 再一个退下去了 那么这样一次 由我们的武装的渔民 但毕竟是渔民 跟对方军舰的对峙 这样一个结果 可以说 为此后的这个海战 既做了一个铺垫 也振奋了我们的士气 也就是说 他的心是虚的 我们捍卫我们的领土 领海主权 我们的决心是坚定的 不管是我们的军 还是我们的民 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 我们非常熟悉 一切反动派 都是只老虎 虽然我国已经开始了 海上防御 然而就在当晚 敌军和文大校 乘陈平仲号 由怒涛号伴随 抵达了当地 尽管双方的舰艇数量 是4比4 但无论从吨位 还是火力来说 南越军都占有 压倒性的优势 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我们这个四条 老实讲还是 开战的头天晚上 后两条刚刚赶到的 我们刚才我们讲了 最早赶到战区的 就是这个永乐 永乐群岛海区的 是我们的两拐腰编队 就是拼着两条列船艇 那么两拐腰艇和两拐四艇 在这跟人家已经对峙了好几天了 那么到1月18号的晚上 晚上10点多了 我们的两条增援的扫雷舰 从广州基地 因为这个航速比较慢嘛 只能开10节 两条扫雷舰 就是396编队 两条扫雷舰 18号的晚上10点多 才赶到了永乐海区 但是加起来 我们的两拐腰编队的 两条列船艇 都是300多吨的 一条艇都是300多吨排水量 而这个396编队 两条扫雷舰 排水量都是500来吨 也就是我们四条 参战舰艇 加起来总的排水量 我们四条船捆在一块 排水量1600多吨 而对方的四条大舰 三条驱逐舰 陈平仲号 陈庆余号 李长杰号 三条大舰 都是15600吨 最小的这个 怒涛号护航炮舰 就是护卫舰 也有千把吨 我们四条舰艇 加起来1600吨的排水量 人家四条舰艇 加起来 总的排水量 六七千吨 排水量的对比 是4.5比1 你看想想看 我们四条舰艇 顶着人家一条舰 这就是这个 总体实力对比 当然如果说 从火力对比来讲 那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 火力上对比 是多大的差距 当时还不是 导弹海战时代 还是火炮海战的时代 那么双方都是 以火炮为主 那么火炮讲了什么 口径就是射程 就是战斗力 那么当时 南越海军这四条舰 它的主炮口径 是127毫米的 驱逐舰 主炮口径一般 是127毫米的 那么127毫米 口径以下的舰炮 这些大中口径的火炮 是50多门 而我们 那些小的 这个小口径的炮 这个三七炮 二五炮 那个炮 说实在的 虽然射速很快 但是对于这些 千吨级的大舰 很难造成致命的杀伤 我们这四条参战的舰艇 唯一能跟对方 拼一拼的火力 是85毫米口径的舰炮 我们四条艇 85炮 只有三门 一条艇还分不到一门 我们这两条 这个猎前艇 6604型猎前艇 前主炮 各是一门85 85加的一个舰炮 两条扫雷舰 389舰 前面有一门85加 396舰 上面连85加都没有 所以我们四条舰艇 85毫米口径的 加农炮 这个主炮 一共才三门 而且两拐腰舰的 一门85炮还不太好使 最终打了50多发炮弹 就卡壳了 你可以从这个火力对比 人家127口径以下的 50多门 我们真正这种 中口径以上 能够对对方 造成致命杀伤的火炮 四条舰艇 一共才三门85加 你可以算这个火力对比 的确 双方实力之悬殊 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西沙海战中 南越的指挥官 何问鄂 对于这次海战 他们为什么要强占 岛礁 为什么要与我军对峙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看来只有这位指挥官 最能解释清楚了 我们现在就来找他 一探究竟 多年来你们不敢染指西沙群岛 现在有人撑腰 开始狐家虎威了 有这么强大的盟友支持 是我们在南海说话的时候了 去年开始 一切不同了 一月 美国向我们移交了先进的军舰 八月 六个南海岛屿成为我们的领土 九月 十一个岛屿又进了我们的口袋 就在几天前 我们的外交部长 已经在电视上声明了 对南海岛屿的主权 你们这么信奉强盗逻辑 那好 真要靠武力的话 你以为中国就不敢迎战吗 就算中国派出了海军 恐怕在他们的舰队到达之前 我们已经把旗帜插遍了全部岛屿了 这种暂时的优势你能保持多些 中国军舰落后我们起码一旦 面对我们陈庆余号护卫舰上 76毫米每分钟50连法的全自动舰炮 中国那几艘船身短小 连火控雷达都不具备的破旧猎潜艇 根本不值一提 知道在1974年1月19号上午5点多的时候 西贡当局南越的海军向我们的舰艇接迹 但之后一直保持了很久的对峙 邝老师这是为什么 这一天是临战之前最后的几个小时的对峙 当时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 应该来说已经有了一些即将擦枪走火的迹象 这个对峙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一个摆阵卫 一旦动起手来你枪炮就要伺候了 那么抢阵卫的过程中双方让与不让 那么就发生了一次撞传的事故 比如说那么南越海军当时在这个 跟我们在这个阵卫不断的变换的过程中 那么他就撞击了我们396编队 其中389舰的这个悬侧 把我们的悬侧就给撞伤了 这是一个摩擦升级的一个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 在上午10点22分正式打响之前 曾经有一次南越海军的这些舰艇上 小口径的这个火炮 曾经对空发射了几发炮弹 当然不是对我们这个 不是这种直瞄射击的 这是有一个有点这个威胁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次向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两次警告 一个你撞了我的船了 我告诉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再有一个你对空鸣枪鸣炮 你什么意思 我再次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 这次两次严重的警告之后 就是1月19号上午10点22分 119海战正式的打响 在对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是谁在战争中打响了这第一枪呢 有一个人说他知道的最详细 那现在我们就来找他一探究竟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敌人的 1974年1月19号 5点50分 这个时间 我永远也忘不了 271舰辽望哨 发现敌人开始向我方接近 拉响了战斗警报 上级下达命令 雷达开机测定 一级战备 枪炮上台 我打开雷达 敌方四艘舰艇 方位明确 但距离不明 为什么会距离不明 我们是提前结束大修投入战斗 来不及安装测距仪 舰上雷达测量方位很准确 测量距离 误差就比较大了 舰上全部人员刚刚就位 就看到敌16舰高速向我方接近 敌人想依靠船身的吨位优势 把389舰撞成 考验我们时候到了 舰长果断下令 迎向敌舰 加速机车 两强相遇勇整胜 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看谁不怕死 敌舰果然害怕 在想退车时 两舰以迎头相撞 我舰左舰部分舰桥受损 敌舰分离后仓皇后退 敌舰冲撞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开火反击 上级要求 绝不能开第一枪 我们在战斗位严密监视 炮口瞄准敌舰 并发出警告信号 敦促敌舰离开 9点04分 敌四舰后甲板机枪 突然鸣枪两发 但 摄像不明 双方静默片刻 随后我们看到 一名敌军官 从舱内窜出 冲到开枪战位 狠狠地伤了机枪手 几个耳光 看来敌军更紧张 都意外走火了 但过后不久 敌方四舰加速远离 我们继续严密监视 10点22分 我方炮手发现 敌舰炮口突然火光一闪 立刻脚踏激发 我们的炮弹 也出膛了 战斗 随即打响 老实讲 如果我们完全 从海战有力的 真卫的角度来讲 此前我们有很多机会 老实讲 我们都放弃了 就是因为我们严守 不打第一枪 这样一个 上级的严格的 一个政策的界限 由于我们要坚守 不打第一枪 已经放弃了很多 这种海战的良机 开战的时机 我们这个时候 怎么可能打响第一枪 但是我们看到 南越海军后边 他们后来活着 回去那帮人里头 很多特别指挥官 说回忆 说中国海军 打第一枪 中国人 打第一枪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说法 实际上当时 这个第一枪 老实讲 确实有一个 比较微妙的地方 那就是 当时双方 在这样一个严密的 即将打响的 对峙的情况下 双方可以讲 都是攻上弦 到处撬 比如说 我们当时 我们那个炮弹 早已经上弹了 我们那个主炮的炮手 脚踏的这个 激发踏板 那是这个脚踏激发的 眼睛就盯着 对方的那个炮口 一旦你的炮口发现 发出这个闪光 我们知道 光速是比音速快的 我看到你闪光 是要先于我听到炮口的声音的 我一旦看到你炮口闪光 那就是你向我发射了 因为你炮口已经指向我了 那么我就会毫不客气的 打响第二枪 我们经常讲这样一句话 中国海军有个传统 我们不打第一枪 但是谁如果敢对我们打响第一枪 我不会给你留出打第二枪的机会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做了这样一种准备 炮弹上膛 早已经描好了 眼睛炮手的眼睛就盯着对方 这个指挥员已经下了命了 他敢开炮 我们就开炮 对方炮口火光一闪 我们这个脚踏板 这个脚踏的一个激发 这个踏板就点下去了 我们的炮弹也随之就出弹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于他的火炮口径比较大 射速就相对来讲慢一些 我们口径小 我们这炮弹出速大 85加这个飞的比较快 那么虽然说他们先打响的 但最后双方的炮弹 几乎同时落到了对方的军舰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有这样一种误解 或者说他故意取解 我们说我们打响第一枪 也有他的道理所在 毕竟他们在打响了第一枪之后 同时也就挨揍了 那现在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的一个战况 我觉得传统是 集中兵力各个尖敌 各个击破 我一口一口的吃 先把你分开 所以开战之前 实际上我们四条舰艇 是并在一起的 两拐腰编队 两条列舰艇 和396编队的两条扫雷舰 我们是四条舰艇 一起组成一个编队 先把南越海军的 两条相对弱一点的舰 一个是李长杰号驱逐舰 还有一个就是怒涛号护卫舰 我们先把它向西逼 逼到这个陈航岛一息海域 然后留下我们这两条扫雷舰 你别看个头虽然大 但是火力不行 航速也慢 十节左右 所以我们这个相对来讲 是不是主攻部队 我留下396编队的两条舰 在这堵住你 把你按在这 把你分开了 回过头来 我们的两拐腰编队 两拐腰艇 两拐四艇 这两条三百多级的猎潜艇 集中力量回头 这个亲贼先亲王 打南越海军的这两条主力舰 把他干掉 或者把他打趴了 打残了 我们这场海战的结局 也就基本上搞定了 但是为什么有人评论说 双方都出现了判断错误 战前我们掌握的情报 对方的这个旗舰 或者说指挥舰 是他的陈庆余号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由于刚才我们讲的 前面这个细节 头一天 他的陈平仲号到了 和怒涛号到了 他的一个海军的指挥官 更高级的一个指挥官 就是何文恶 这个大校到了 那么由于他来到了战场 所以他的作舰 就是陈平仲号 取代陈庆余号 成了他的新指挥舰 而这个情况 我们当时是不可能掌握的 这是我们当时 这样一个情报的一个不及时 造成了这样一个判断的一个失误 而对方 那么他也始终认为 我们这两条艇 因为两拐腰艇 始终冲在前面 两拐四艇是在后边 他从他的一般心里来讲 你指挥舰不能冲在地头 第一冲在最前线的 你应该是后边那个 两拐四艇是你的指挥艇 那么他不了解人民海军 人民海军 包括我们这支整个军队 我们的这个作战传统 或者传统的作风 就是指挥官冲在第一线 不是给我冲 是跟我冲 所以他们把我们 后边这条两拐四艇 当成了指挥艇 而我们把他的这个陈庆余号 当成了指挥舰 所以开战的第一时间 我们的两拐腰编队 激活打击的是他的陈庆余号 而他的两条舰激活打击的 是我们的两拐四艇 打岔了 当时我们战局的 整个形势是怎么样的 老实讲这边是主战场 那么也就是 我们作为主力的 两拐腰编队 两拐腰艇和两拐四艇 对南越海军的 陈庆余号和陈平重号 这两条 他的主力舰 他的驱逐舰 那么当时 我们的两拐腰编队 两条艇是急火打击 我们认为他的主力舰 他的指挥舰 也就是陈庆余号 而南越海军的两条主力舰 他们的火力 集中指向了 我们的两拐四艇 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拖后的 这是我们的指挥艇 那么他的第一个火力骑射 就打在了我们的指挥台上 那么当时我们两拐四艇的政委 包括副长 副厅长 现场牺牲 那么也是出现了一些伤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充分发挥 我们海上拼磁刀的 这种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 拼口 火炮口径我拼不过你 拼射程我拼不过你 但是一 我航速比你高 第二 我敢跟你拼 我敢海上拼磁刀 我不怕死 所以我们发挥 风铃弹雨迅速抵近对方的 这个我们认为他这个旗舰 就是陈庆余号 那么集中全部火力 对他这条件进行急火打击 85加那是大穿甲弹 那么这个小口径的炮 他的舱面上就不能有活物了 我们的小口径的三极炮 二五炮 层层扫过去 连续几个扫射过去 他的舱面上真的是没有活物了 那么毕竟双方的这个火力啊 毕竟还是相差比较悬殊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度这个主战场的这个 交战陷入了胶着的态势 这是这边的一个战况 那那边的战况是怎么样 这边的战况应该来说 相对来讲就更复杂一些了 老实讲这是一条主力舰 而这条所谓的护航炮舰 一个吨位比较小 再一个相对航速比较慢 所以在开战之初 他们相对来讲拉开了一个距离 而我们就利用了这一点 我们的389 396 两头扫雷舰 就利用这个机会 切入了敌人的两条舰之间 急火还是急火 先收拾你在这亲贼先亲王 先打你条大舰 那么两条舰急火 对李长杰号进行了打击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确实 你在切入人两者之间 把人家切为两段 同时你也就冒着 遭到对方火力夹击这样一个危险 那么确实 我们其中的389舰 也遭到了对方 两个方向的这个火力夹击 那么我们的389舰 我们前面也讲过 是刚刚从船厂出来的一条扫雷舰 刚刚从船厂修出来 召集往前线登元 召集到什么程度 我们知道船厂修出来的船 是要海试一下的 要海上试航一下 把有些东西磨合一下 你这发动机好 你买个新车 你还得先把这个车得遛一遛 还得拉一拉这个发动机 全没全免了 直接开上战场 为什么 因为这两条舰中 我们389和396两条舰中 只有它 上面有85炮 那个396指挥舰 反倒上面没有85炮 全是37炮和25炮这种小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389舰遭到了 对方两条舰的火力夹击 那么当时 也是这个负伤最重的一条舰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两条舰 跟对方的两条舰 分别在东西两个战场 就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讲 都是胶着的一个态势 那么胶着下去 肯定是对我方不利的 当然 那我们该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首先 我们396编队 那么当时看到 对方这个情况 已经被我们切开了 先相对来讲 向入坚持的局面了 而我们当时 我军有一个传统 就是次要战场 可以承受相对比较大的压力 付出一定的牺牲 但是一定要保证 主战场先拿得下来 主战场拿下来了 其他都好办了 所以当时 我们留389舰 在这继续跟对方周旋 而我们的396舰 396编队的这个指挥艇 指挥舰 396舰 主动的就加入了 这边战场的交战 那么就是这边 我们的力量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增强 毕竟我们的航速比对方快 那么在这边 本来我们的两管腰编队 我们的两管腰挺 两管四挺 已经集火对对方的 陈庆余号 包括陈庆仲号 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打击 双方本来是僵持胶着 胶着意味着什么 谁对方 哪一方再增加一个筹码 那么对方很可能就会 轰然倒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这个情况 我们396舰 加入这个战团之后 那么一度就改变了 这个战场的一个相对来讲 力量的对比 虽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但毕竟改变了对比 那么对方的两头舰 就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就开始往后撤了 那么这边就出现了 对我们有利的转机 但是这个时候 在这边一个战场 我们上下的这个389舰 刚才我们讲 本身就处于对方 李长杰号和这个 弩涛号的火力夹击之中 本身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 由于我们的兵力减弱 那么应该说压力就更大了 作为机动的281282猎潜艇 为何迟迟没有赶到 沃海军如何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答案马上解晓 遭到敌方两面夹攻的 389号多处中弹起火 更危险的是 船体已经开始倾斜了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危机时刻 艇上的战士们 竟然动用了一个秘密武器 方老师是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曾经一度啊 在这个战后被南越方面传得非常神 甚至说当时我们动用了导弹武器 大家想想看 当时中国海军 好像还没有进入导弹化舰艇的时代 更不要说这样几百吨的这样舰艇了 老师讲 他们所谓的所谓的秘密武器 或者导弹武器 实际上说白了很简单 火箭筒 火箭筒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389编 389舰这时候留在这 以一第二 以一条件在敌人 这个李昌杰号和怒头号 两条件的火力加工之下 艰难的在这支撑 那么弹药打得差不多了 而且由于这个海矿条件 机动也受到很大限制 但是已经被对方夹在了死角里边 那么距离已经非常近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军真是把这种海上瓶子刀 这种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既然已经这么近了 我的轻武器都可以够到你了 我的主炮口径的弹药已经快打光了 二话不说 上餐里搬命名武器了 什么名武器 火箭筒 冲锋枪 这些单兵器武器 大家说军舰是怎么 带回这些武器 这是给岛上的民兵首岛部队运的 本来是去运补给物资准备 交给的 由于头一天风大浪大 没有办法靠岸 这些武器就放在这军舰上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用上了 既然已经距离逼到这个距离了 那么这个时候 二话不说 冲锋枪火箭筒 直接甚至手榴弹直接往敌人的主力舰上招呼了 这个距离到这种程度 那么特别是火箭筒这种武器 大家说火箭筒远了可能够不着你 那是打坦克的东西啊 它是可以穿坦克装甲的东西 到这样一个距离 我直接奔着你进行这种抵近射击 那对方那个蒙点之后 这个被打蒙了之后 被理解成导弹武器 我觉得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这种情况恐怕 只有中国海军这种敢于海上拼死刀的部队 才能打出这种 作战来 那么当时不仅负伤 而且这个动力系统一路失灵 甚至可能直接与对方撞上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再次体现出 我军这个海战战术的灵活性 我们兵力虽然不如你强 但是我们可以机动的灵活运用兵力 每战斗集中优势兵力 打你一个 那么首先是396舰主动的赶回了这边 那么在389舰非常危险 甚至可能被对方中仓的情况下 挡在了389舰与敌方的主力舰之间 我为我的兄弟顶住了一片天 扛住了对方的火力 这是一 紧接着我们在这个方向 主战场对对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某种优势 被迫使敌人后退的情况下 我们的两拐腰编队的两条艇 也主动的加入了这边的作战 那么这样就在这边对南越海军的两条舰 一个大的李长杰号和小的这个怒涛号 形成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压倒性的优势 特别是他最菜最弱的这个怒涛号 那么被我们击成重伤 几乎已经走不了了 动不了了 而他的李长杰号 在我们两拐腰编队过来增援之后 再加上396舰和389舰的这个 继续的这个持续的这种抵抗的情况下 那么他也被我们击成重伤 首先扛不住的是他 他甚至把自己这条被击成重伤 已经动不了的怒涛号扔在战场 首先退出了战场 那么李长杰号一走 那边两条一看不妙 虽然我们的兵力已经不在他那儿了 跟着二话不说 这个跑起来他们这个示范效应是很强的 三条主力舰相继从两个方向退出了战场 那么把这条怒涛号孤零零的就留在了战区 那么这个僵局终于被我们打破了 那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是痛打落水狗 还是只是把他的怒涛给干掉就可以了 我们四条参战的战艇 把敌人被击成重伤的这个怒涛号围在这里 但是老实讲 当时我们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 为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389舰本身战前就被重伤过 那么又在敌人两条舰的急火打击之下 身负重伤 这个时候险些被击沉啊 还好我们处置比较恰当 命令一看不好 赶紧去抢滩 那么到岛屿附近 我们让那个抢滩 那个沙滩就相对的比较浅了 实际上就是搁浅在那了 避免了沉没 我们的渔轮靠上去 保证我们389舰没有沉没 搁浅了 但是毕竟一条件退出作战了 剩下的两拐腰编队 两条列舰艇 396编队的指挥舰 就396舰 表面上是三对一 但是当时老实讲 我们拿他 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为什么我们对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四条艇 三门炮 一条 一门炮退出了战斗 一门炮 没有弹药了 一门炮 打不响了 光靠小口径火炮 根本不可能击沉他 而且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尽快的击沉他 否则一旦对方明白过来 反扑回来 他已经反扑过一次 那么他知道这条件留在我们这 他也觉得不忍心 后来回来了一次 我们三条艇就跟狼群一样 就扑了上去 虽然老实讲 已经没有多少火力了 把他给吓退了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不尽快的把他拿下 我们的后边的结果 也很难预料 那咱们是怎么把他的弄套号拿下 当时我们海上 这个编队的指挥员 也就是两拐腰编队的指挥员 他本人也是榆林基地的副司令 那么 魏明森 这个副司令 魏副司令下令 我们能参战的三条舰艇 全部装填 火箭身弹 火箭反潜身弹 这个大家可能 看到我们海军过去的 很多这个照片 或者是视频的话 都知道 我们海军的中小型的作战舰艇 在舰手停手 都装那个火箭身弹的发射装置 那个东西 本来是用来打潜艇的 大家可能很多人 我们看在网上很多人在议论 说现在这年头 我们那些军舰上面 为什么舰手 还都装这些小 这个这个反潜身弹 那个东西对潜艇的威胁已经不大了 这在海战中就体现出它的作用 中国海军对这种武器装备的运用 不仅是把它拿作反潜的武器的 在海战中 关键时刻 我是可以拿它当炸药包 跟你拼命的 我们知道反潜身弹这种东西 它是碰炸一气 就触炸一气 扔到海里打潜艇 对我本身威胁不大 因为我是要下的水身 一定水身撞到对方潜艇 在水下爆炸 不会影响到我本舰 但是如果用来打水面舰艇 远了你够不着 近了 缩展到一定距离 我当能命中你的时候 同时这个对我本身舰艇 我发射舰艇 也有相当大的威胁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用反潜身弹去攻击它 近似于抱着炸药包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行为 但是 这个时候只能这样 因为我们讲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拿下它了 所以当时海上这个编制的指挥员 威胁司令下令 三条作战舰艇 全部装填反潜身弹 这个命令一下 我们的指挥员 所有指挥员都明白 到了最后拼命的关头了 为什么我们的舰艇 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 这个281编队还迟迟不来 我们的281编队 从余林基地起航 那么首先赶到了 这是西边的这个永乐群岛 首先赶到了东边 我们控制的永兴岛 就宣德群岛 先在永兴岛待机 那么我们当时 按照我军那个 这个犹豫装备当时所限 海军有一个传统 就是一旦到了码头 我舰艇上的无线电台就关闭 减少磨损 减少损耗 由岸上的这个无线电通信 来给我转发上级的命令 所以我们281编队 到永兴岛一靠 电台就关了 那么就由岸上来转发命令 而当时 由于我军整个这个战备 确实有很多这个问题 那么当时前面上级 下达了一个命令 还是由广州军区南海舰队 直接呼叫281编队 而这个时候 281编队靠在永兴岛上 电台已经关了 不知道 我们上级指挥机关 又没有通过永兴岛 直接给281编队转 直到281编队 这两条艇 中间我们知道 要做个备展备航 武器装备调试 雷这个无线电开机一下 就通联一下 试一下这个机器 有没有问题的时候 突然发现 南海舰队广州军区 正在不断的呼叫 281编队 这个时候 已经整整呼叫了六个小时了 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接到了上级 迅速赶往永乐群岛 永乐岛海域 进行参战 支援这样一个命令 推迟了六个小时 还好 终于赶上了 最艰难的这个时刻 对怒涛号的最后一击 其实 在此之前 对方的三条大舰 之所以被我们击伤之后 逐次退出了战场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 确实被我们打得别人脸肿 第二 由于敌人舰上的雷达 比较先进 毕竟比我们这个 锈达要先进的多 他们已经提前发现了 正在高速接近战场的 我们的281编队 那么他虽然只看到了两条艇 但是他们不敢认为 我们只有这两条援兵 这个援兵只有两条艇 他们判断 我们可能大部队的增援 很快就要到了 所以 他们当时三条大舰退出作战 也有我们正在赶赴战区的 281编队的功劳 那么这个时候 又准备抱着炸药包上去 跟你拼命的时候 我们的援兵到了 而我们来这两条 这个新型的列舰艇 281艇和282艇 上面是带着新型的 双管57毫米的舰炮 速射中口径火炮 虽然口径不如85加大 但是射速非常快 这两条艇到达了战区 那么可以说 一下子就彻底的锁定了 整个的战场态势 一个 别人援兵不敢来了 再有一个 我们的这三条 伤痕累累的作战舰艇 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那么你们可以在一边 喘口气 我们新到的生力军 281编队 直接对这条 僵而不死的怒涛号 开始了连续三次的火力突击 一个火力冲击 再来一个火力冲击 到第三个火力冲击 就把这条怒涛号击沉了 那么西沙海战的 119海战的结局 胜局就此锁定 1974年1月20日 9时35分 中国军队发起 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失去海军支援的 岛上南越军队 实际上已成为梦中之列 经过约四个小时的战斗 五星红旗就再次插在了 珊瑚 甘泉 金银三岛上 战事结束后 南越一度摆出暴徒的姿态 派出六艘军舰 从舰港驶向西沙寻岛 又派两艘驱逐舰 增援舰港 并下令该地区的 海陆空三军全部参战 同时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 对此 中国的中央军委和海军 批准张员培司令的请求 调东海舰队三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 支援南海舰队 南越当局看到局势发展对自己不利 于是做出了应避免下一步 同中国作战的决定 西沙海战宣告结束 虽然西沙海战结束了 但是当时由于台海关系紧张 中国海军舰艇从东海到南海 都需要绕道入太平洋 过巴士海峡 而这一次却是直接通过台湾海峡的 就这次的直接通入呢 有人说是蒋介石的功劳 因为如果他不放行的话 咱们是过不去的 我们过不过台湾海峡 与他是不是放行 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是因为当时海峡局势 已经相对来讲缓和下来 我们不愿意再由此引起 更多的不必要的冲突而已 我们为了避免冲突 并不是说真怕他 并不是说真觉得 他的实力可以挡住我们 这个事情当时是这样子 我们当时南海舰队 打完那个 1974年那个西沙海战之后 确实形势非常紧张 我们南海舰队的兵力 严重不足 一旦对方大规模的反驳 我们很可能是要出情况的 弄不好是要直规的 所以当时总部紧急决定 从东海舰队调拨兵力 驱六 驱六支队 驱逐舰第六支队的十八大队 三条 这个零妖型的呼吸舰 那么紧急要增援南海舰队 那么当时就请示到底是绕着走 还是台湾海峡走 显然绕着走时间来不及了 那么当时报到主席那 主席就是三个字 直接走 这就很清楚了 直接走 当时我们从台湾海峡 直接通过的时候 也考虑到这种特定的环境 对 这种关系 包括以前曾经出过的情况 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攻上前刀出窍 你不拦着我 正常过 你拦着我就打过去 我们当时和这个编队进海峡的时候 前后主炮 炮弹都已经上弹了 那么我们三条火炮 护一件谁怕谁 这是一个 再一个 我们通过海峡 我们也尽可能选择了一个 不容易被对方发现的时间 我们是夜间通过的 高速通过海峡 而且这个整个通过的过程中 保持无线电静默 保持雷达静默 雷达我们不开机 你发现不了我的信号 我无线电静默 我只收不发 我靠两岸的 我们旁边的雷达站 引导我们这个军舰通过海峡 所以我们也做足了功课 让我过 我就正常过 不让过 老子打过去 所以这种情况下 说蒋介石开路放闸 让我们过 这个实际上来讲 军事上来讲 是一种很幼稚的说法 实际上 我们当时 从东阴岛以东过 他没有发现 从麻祖岛以东过 他没有发现 从金门岛以东过 他仍然没有发现 一夜之间 高速地通过了台湾海峡 直接支援了南海战队 西沙海战的胜利 为中国军队走向南海 保卫和收复 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 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好了 青年探秘 集思广益 我是小伟 再见